嗨,大家好,我是张大飞,单车骑行西方 起床了 昨天晚上把电什么在这里全部都充好了 看一下现在十点钟,十点十五了,今天多少号 一月二十号星期四 昨天晚上在这里弄了这个排骨 剩了半锅呀,昨天晚上也没吃了 都上面都油都冷了 下面全是排骨,今天早上在这边热一下吃一下 今天这个天花可以啊 好多乌鸦,看见没有 都成片成片的,你看乌鸦 不知道能拍清吗 下面是蓝苍江,太阳才刚要出来,刚露出山头 今天天气挺好的,先把东西收一下 然后热一下吃的,等一下准备出发 好开锅了,下面全是排骨 昨天遇见了一个徒步的大哥 昨天晚上我在这边露营 他来的比较晚都已经快天黑了吧 我快休息了,然后他过来的 然后我过去问一下 我热的这个排骨 他吃不吃,吃的话就一起吃一碗 大哥 我热的,我热的,我热的 昨天吃的那排骨,你吃吗 刚才问了一下,大哥不吃 不吃,我自己吃了,吃吧 要不然,好多都是排骨了 吃点准备出发 哇,这排骨,可以 东西已经收拾好了 在这里和大哥告别了 邯郸的大哥 以后有人路上再见 再见大哥 大哥在这里休息一天 然后我出发了,去搞点补给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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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咬咬,你过来 过来我给你点吃的 过来 唉 我不走了,你咬 你不咬了 唉 这个坡上的 我停车 我从那个拐弯树 我一上来 他就一直咬咬咬咬咬咬 跟着我咬 都快死我哭腿了 我下车以后他们又不咬了 这个大的还老实 这狗我这服了 我下来让他咬他又不咬了 应该是那个大狗的小狗吧 出发,哇,这盘山路 要半条命 唉呦,休息两分钟 加油 我靠 不会吧 一个人拉两个妹子 搞笑吗 哇 南苍江 这里是南苍江拐弯处 翻过那个 三角岔口 我是往那个方向走 南苍江就往那边拐了 风景 还是不错的 高山呀 在峡谷里面一条小溪 其实 就是一条江,南苍江 国际河流浩阳市 我爬了一天的山 在那个坡那里上来的 乖乖乖乖 山路十八弯 真是天路 等一会还要绕过那个弯 翻过那个山顶 现在已经几点钟了 录音地也没有 5点05 今天真是太举例了 这个路太拿残了 上面都搭了好多这个石头落起来的 咱们也落一块 我从来没有落过这个东西 应该有什么寓意吧 落了好多呀 这是一个大锅弯处 风好大 上面还有一条小路 不知道是从哪 现在这条路是国道318 这是川档线上最难走的一段 同如美 一直翻到绝巴 要过绝巴山 今天晚上 肯定是没戏了 估计要明天了 加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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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能不能录影 哇 哇 哇 这是厕所吗 哇 这厕所好 这个坡太陡了 相机里看应该是感觉是平行的 是的 其实你看这个路 其实它是一个斜坡上去的 你看那个大车爬得多费劲 雪山 相机没有办法拉镜头 等回头搭飞有资本了 换不好的手机 给大家看远处的风景 呵呵 这什么东西 感觉好像是个炉灶 烧火啊 全部是木炭 这还真是个炉灶 应该是做饭用的 或者是烧什么东西的吧 下面好像是个房子 哇 好陡呀 我不下去了 下去上不来这么高 上去看一下行吗 应该是自行车三个字 没看错的话 哇 这边有人路过营啊 是露营地 好多人在这里露营 这是气罐 应该是用完了 我感觉我也能在这儿露营 还有个免费的床 这个床可以 牛肺 可能是有牛在这边 看一下 哇 哇哇 这么多床 上面还写着字呀 好多 都是 骑行骑友 4号 哦 在此结束一夜 2020年4月14 好多 这个床 哇 我这边没有了 那边 这应该是 一个旅店 我估计 这是好久了 已经不开了 穿 这是穿档318上面的 哇 好多 这么多 密密麻麻的 百分之百不用想了 骑自行车的 都是汽油 哈 今天在这边录音 应该是没有问题 都刻的密密麻麻的 不知道为什么 这间房间啊 这个旅店不开了 应该是没有人 可能都是在如美住下了 这边直接又成牛棚了 牛棚 哈哈 喂牛的地方 看见没有 脚床 这间旅店可能是 开了好久了 拆可能是就是废弃了 不允许在这边开了 还是什么原因吧 哇 这个更多 你说这个穿上318有多少人来过 骑行的 哈 这数不胜数 我这边都是艺术家 能来走318 然后又能刻这些东西 取材了 我感觉 我不走了吧 我在这里收拾一下 看看能不能在这里开个旅馆 看不到 看不到 不走了 这个门怎么锁住了 能进去吗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看不到 啊里面好乱 能看清吗 里面乱到都了 只是锁住了 只是锁住了 感觉一个人晚上在这里露营 还是有点害怕的 哈哈 哇 这是啥房间呀 这都被肉上面的 这个门能开吗 还是 还是锁住的 哇 哇 哇 这边能过来 好乱 这应该是以前的柜台 这里应该是收银的地方啊 这一个窗口 这就是刚才咱们在窗户那边开门那边 这应该也是一个这种房间吧 这边门是锁住了 还有张贴的 这是多少年还钱了 也没有 没有写日期的 哇 这里还有流水 啊 这上面可能是有个山泉 或者是雪山上融水 我靠厨房 是不是 应该是个厨房 垃圾遍地呀 这个没卡住了 出不去 只能原路返回 乱糟糟的 刚才咱们是走那个煤过来的哈 咱们再走这个煤回去 把煤再给它关上 再给它关上 我看这边还有个煤 我也给它关上 省得它晚上一刮风忽散忽散的 忽散忽散的 通那种品 好别扭 没声音就行 哇 转出来了 这边是喂牛的吗 牛棚啊 出去了 这边应该是当地牧民在这边放牛 哇 在这边哎呦去 行啊 1号 2号 345 6间 我找间好的 你们感觉哪间比较好 这房间有点乱 这边床都拆了 啊 要不然就要不然就这间也行 这间就是比较暗淡 我好多露营的应该都都是在这里露营的 这边还有个床 但是这床不能睡了 少几块板 我能睡在 我那个 充气垫放上面也不管用 把帐筒搭在这里 应该可以 我感觉应该差不多 都是大声音 哇 老兔 没开过瓶啊 哦 真的没开过瓶啊 我开过 我没开过 新的 我靠 大神啊 过期了吗 没有日期 哼 我沿着河 我估计这应该是徒步的 垫肥 哦 桂皮 我满满的洗洁精 哦 大鬼 八九 淘宝 哎 这个这个锅道 这个比我那个大 哎 反正是来淘宝的 金龙鱼 什么东西 大米 哇 一带大米 金龙鱼大米 哇 这个菜板比我那个大 新的 勺子 炒菜的 我没有这个东西啊 我是不是可以带着 班手 班手 钳子 核桃班子 怎么还有个头盔呢 难道是骑行的 骑泳吗 是骑泳还是徒步的 大神雨夜 晚上 大地上防潮的东西 还有衣服 一件厚衣服 应该是 撑不住然后走了 啊 整个大车 好多东西啊 我大米 我也不做大米 我那有面条 他应该是放在这里 就是谁 有想要的 然后路友呀 骑友啊 徒步的呀 有想要的可以 可以就是拿着 应该是这个意思 人都不见了 车都没了 应该是徒步的或者是骑行的 看这个样子 带这么大的班手 最少是徒步的 还有磨驴的 我都用不到 这个这个可以 但是这个是做肉用的 我用的也少 很少很少用 贵皮可以用一点 这个醋 我也我很少吃醋 这个大颜料盒 估计除了徒步的 也不会用这么大的颜料盒 今天晚上 主机 这只机好大 也差不多 先把它处理一下 刀也不快了 不行啊 搞不了啊 好 用水沖一下 有点凉了 把水加上 正好一瓶水 把点香菜 还有生葱 昨天往上剩的 我也没丢 把点酱油 放点鸡精 蒜 生姜 搞上两点就行了 应该就这些东西了 有过来的切油 可以 可以过来取一点 我拿一个就行了 把它放在这个包里 记上 放一点桂皮 放多了发苦 把我这个料盒里 还剩了一点 还少点盐 我的材数就这些了 新手就来这个木板 都要放了 我看我 放了 放了 我还要放了 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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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的乳缩了 哎呀 都搓背脉了 应该是炖的相当好 开饭 洗洗手 哦 好冷啊 洗手 吃肉 哇 太美味了 一看就挺开胃的 用这个 哇 这个鸡 炖的可以吧 油哗哗的 太棒了 很有食欲啊 一看 哇 是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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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像来个鸡大腿 还有的老铁说 大飞还没到西藏吗 在我昨天的视频 下面评论 怎么没到人 现在已经是西藏了 好不好 不知道盲康是西藏的吗 上周式 直接看 太棒了 很开心 好 即便 特有 消息 大家能够吃 吃 好吃 今天晚上 也不搭帐篷了 把这个没关系 有点弩 把这门关上 这边就这样一扑就行了 进睡袋 我这个灯也坏了 开了两个小灯 就这样吧 这回真是连个灯都没有 晚上吓死了 灯不知道怎么会是坏了 我就哇线子断了 难怪 我以为怎么坏了呢 线子断 明天看能不能接上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明天出发绝巴山 喜欢的朋友可以帮忙点赞转发评论 明天见